帮你督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是跟全球经济有关的 全球的GDP经济增长在2022年 我想最近呢 全球所有的眼光都在所谓的乌克兰战事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 GDP肯定会受影响 果然3月11号 Goldman Sachs高盛开了第一枪 把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从原来的3.1% 调降到2.9% 那高盛所谓的首席经济师 John Hatsuzzi特别强调 其实这一次乌克兰战事的整个发生 造成全球能源的一个危机 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再次的上升 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 肯定水上加霜 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大陆 人大会里面李克强的演讲 宣示把2022年的GDP增长定为5.5% 这可是过去20年来最低的一个数据 同时呢通货膨胀率也预期会超过3% 而在整个演讲里面特别强调的是 稳就业保民生防风范 甚至强调今年可能是大家要非常辛苦去应对的一年 拉回台湾 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有看到主记处 公布了一个2022年的一个预估数据 基本上觉得台湾的GDP增长在2022年应该有4.49% 而通货膨胀率可以控制在2%以下1.93% 不过随着乌克兰战事的越演越烈 其实台湾当然会担心 尤其通货膨胀的阴影越来越大 加上3月3号的一个所谓停电 很多人都对2022年的经济重新投注了关怀的眼光 所以在14号立法院特别邀请了所谓的国发会经济部 这些部会首长去报告 不过在之前我们就看到中央银行有个报告 特别针对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 做出了一些预估 他觉得所谓的乌克兰战事 可能会让台湾的经济增长的GDP 下跌0.3到0.4个百分点 而通货膨胀很可能会超过2% 不管怎么样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今年因为俄罗斯的突然入侵乌克兰在2月10号 确实给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 而最喜欢讲话的MF的总裁 Jujiva也同时宣布 他们要特别提醒 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 可能在今年都有所谓停滞性通货膨胀的一个压力 那当然过去MF一直在强调 尤其对于南非 东欧 甚至埃及这些国家 甚至土耳其 今年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当然也有人在问他说 下个月MF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会不会再一次调降全世界的GDP的增长率 因为在1月份的时候他们调题过一次 他没有正面回答 不过他里面特别提醒我们 其实MF跟俄罗斯之间 不会有任何违反全世界制裁他的一个阴影 总而言之我们觉得全世界的经济增长 确实笼上了阴影 同时间我也看着美国银行BOA 特别针对所谓乌克兰战士 跟全球经济之间的联动性 提出了7个Q&A 首先在经济增长上面 他里面特别强调 以对美国来说 如果乌克兰战士 慢慢开始引起所谓的当地生产 尤其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对美国经济才会有影响 因为美国目前跟俄罗斯之间的出口 只有0.4% 可是欧盟就不一样 欧盟呢 俄罗斯的影响可能有3% 所以呢 欧盟现阶段其实确实风声鹤唳 很多人也认为 欧盟可能会首当其冲 在经济的冲击是最大的 而在能源上面呢 我们其实强调过很多次 俄罗斯跟乌克兰 是全世界石油跟天然气重大的输出国 而石油跟天然气以外 我们还看到一些重要的金属 也是来自俄罗斯跟乌克兰 所以这些所谓的能源危机 会不会在今年点燃 也是我们要关心的第二点 那第三个就是石油 我们最近看到石油价格已经 奔上了所谓每桶120美元 而后续要观察 大概有三个重点 比我会认为 第一个 就是能源基础会不会得到战事的破坏 第二个 是美国的制裁后续会怎么推进 第三个 当然就是俄罗斯会怎么开始进行反击 而第五个是有关各国央行 会不会开始因为俄罗斯的这个战事 开始转向鸽派 基本上呢 其实BOA认为 欧洲确实有可能变得比较保守 因为欧盟当首当其冲 不过美国他们还是预期 在三月份应该最少会升息一马 那再过来是讲到所谓的 那个SWIFT 就是俄罗斯被制裁推 踢出了所谓SWIFT之后 对它有没有影响 事实上当然有 因为俄罗斯的出口占的总额大概30% 一旦被踢出SWIFT之后 对俄罗斯的整个贸易的影响特别会很大 所以对SWIFT来说 其实俄罗斯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 下一个我们要谈的是黄金 其实各国央行有可能 因为这个俄罗斯战事 其实黄金的布局会更高 所以黄金的价格可能还会再往上走 那最后一个就是资本市场 我想目前我们已经看到 全球的股市呢 因为跨国性企业受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是一个 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最近大型股表现比较差 所以再过来可能是各地方 表现相对比较好的中小型的股票 可能在2022年会表现比较好 那以上当然就是我针对 乌克兰战事后续会怎么发展 会持续多久 跟世界经济的一个联动性 跟大家提出一个我个人的看法 总而言之2022年 还是违在强调的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充满各种的不确定性 而在2月24号 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冲突 我想带给全世界商品 或者是大宗商品 甚至能源的影响 在后面还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重要议题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 我看下来的就是 那个字幕的主要是 感谢观看